就我们本身对营销比较了解的 就知道营销里程教育分类两种 一种是实际上的里程教育 然后另外一种是心理上的里程教育 对就MPV可能用起来真的遇到 续缓不够的情况是真的更少 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他会更担心 但你能个感觉 你现在去看市场所有的MPV 你看上去都像是30岁40岁50岁的车 就没有一个长得像是25岁28岁的车 就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把风格做得更加的 符合中国的中产家庭的这种审美 然后呢在性能上又利用一些新的技术 给他更好的这种综合的这种体验 我觉得这里完全有机会 跑出一个比较明星的产品 就是我只是从我自己的想法去想 就是我觉得我很难去接受一台MPV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买了一台MPV之后 就意味着你对你的下半身口鞋了 强哥 文汉 哈喽 欢迎你们俩做客这个 依然依克的这个栏目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MPV这个话题 今天想跟大家聊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扭转电 其实之前我一直会听到一些朋友讲 MPV这种产品一般又大 然后也比较高 银风面积比较大 它的能耗是有劣势的 所以它可能在续航上呢 就会比较差劲 所以它不适合做这个电动化 而且事实上之前很多车都电动化了 但MPV没有电动化 这点你们俩怎么看呢 MPV这种产品适合电动化吗 就是我这种产品进一个角度去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全电的机会发生了 这件事情 其实是这样子想 就是电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还是能把它称为一个新事物 对不对 即使它现在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渗透率已经达到20% 有可能已经马上掉接近30% 但是我们如果是放到四五年前去看的话 它是一个超级性的事物 那大家如果一个主机厂 在规划一个超级性的事物的时候 它一定是希望它规划出来的 这个超级性的事物 能够去到一个 就是用户对于接受的一个产品里面去 所以MPV它的汽油设计 它都属于像最少众的一个产品 那如果一个OEM 它去规划一台全新的事物的电动车的话 那你觉得它会去规划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呢 我觉得最保险的就是去规划SUV的 那绝大多数OEM也就是这样做的 那为什么从今年开始大家会开始发现 好像电动的SUV慢慢的起来了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一些成熟的那个新势力 有可能它们的那个电动车的产品 已经出的比较全了 就是轿车也有了 SUV也有了 那MPV的话 这也是去补齐这一块 还有一些新势力 它们为什么会走MPV呢 其实它们想见走偏锋 因为它们有可能觉得自己在SUV 在这个CEDEN上面已经是 自己心里背底 到底能不能够和无论是魏小李啊 还是传统的OEM去比 那它们就进走偏锋 它们就去做电动MPV 因为现在MPV 其实确实有这样子的需求在 对不对 就是我们国家应该是2015年开放了二胎 然后从2021年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的政策 还是今年年初出的政策 就是可以开放三胎 对不对 那再加上我们那个中国的第三波硬儿潮 就是从82年后一直到90年代初的这波硬儿潮 大家的年龄已经都在30岁到40岁了 那其实就是从人口结构 还有就是从OEM的战略规划 你会发现和MPV会更加契合 所以电动MPV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 你会发现这样也似乎 都开始特别有的起来了 我们三个人好像都是这波婴儿潮生出来的人 对 然后我跟强哥正好都有两个孩子 所以我们要不听听强哥的看法 因为你是不仅有二胎 而且你已经身体力行的使用了很多年MPV了 对 其实大MPV去做一个纯电车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MPV本身它的车身形式就很适合做电车 它不像轿车的SUV一样 就既有车时代 它有一个发动器长的造型在前面 那实际上他们改造电车以后 为了适应大家对这个汽车 就是这么一个期待他们前面哪怕没有发动机 他们也硬要弄个发动机长 然后里面还去弄点储物空间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浪费 你可以看到像一开始比较早期的一些概念的电动车 比如说RD未来 其实他们的造型都是有点类似于MPV的 就是一个比较圆的整体的一个造型 我觉得本身来说电车是很适合做MPV的 然后我再往下去畅想一下 MPV其实它有两个比较主要的特征 一个是油耗高 这个是不用适宜的 哪怕是相对于同样尺寸的SUV来说 它的油耗是高的 那电车就直接可以省钱 这个是看得到的 然后第二个是MPV它不便存在一个情况 就是说车里面的人坐在车上的时间会比较长 比如说我去接人 或者说我去自驾游 大家都会相对于轿车 或者说SUV来说有更长的时间在车里面 那如果油车的话你在车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你得开个封条是吧 你得使用车里面的设备你就要带鼠 然后去烧很多油 那可能目前的混合动力是一个解决方案 那如果说电车的话 其实是更影响的 那既然停留时间长 开的相对多 会不会有更容易里程焦虑呢 可另一方面MPV因为它风阻大 体积大 自重大 然后它的承载多人的场景也多 我认为它的续航挑战是很大的 现在连轿车和SUV都有续航里程焦虑 对 那MPV呢 这个绝对是更明显的 所以如果可以选的话 像真正式的话 插用可能功力 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公用车 像商务用车来说 是更吸引力的 因为你家用的话 其实你MPV可能就是一年几次的 比较长一点的自驾游 才会有一个续航焦虑 但如果说像公司用车 你现在接完客户 可能电就只剩下50%了 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然后可能还要去接 那这个情况下 你再要去不能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要客户来等你 你不能说我这个车里 从使用上就说不通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车程式 或者说一个差点很多的话 对于商务用车这个领域来说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经历 反倒是家庭用车来说 问题不是特别大 但如果说我自己来说 我去买一个新能源的MPV 我也会更倾向于用 混合动力或者说增程式 因为它有一个保底 另外像MPV 作为一个家庭用车来说 它是你有一辆MPV 它很可能就是你家里面 最大的那辆车了 那可能说跑长谷的重任 一般来说全家属容 你都会开MPV了 对吧 所以续航是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说纯电 像一个是增程式和差点混合动力 另外一个如果换电能做到 像为蓝那样的包 我觉得也是OK的 那我再想提一个挑战 如果是这种MPV 然后你又要保证一定的续航 又有承载能力 又装人装货 会不会整车重量上会比较失控 这个会带来工程难题吗 就是我现在再把问题给拉回来一样 其实我反而对这一点 我是有自己不太一样的看法 虽然我没有使用过MPV 但是我一直是觉得MPV的续航里程 反而是小的 就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MPV如果是对工的场景 司机接老板或者是司机接客户 它为什么它的里程的焦率会少呢 因为它的行驶的目的地 就是行驶的整体的规划是相对固定的 它不像我们真的在对私使用那个 就是我们在家用SUV和轿车的时候 当你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这台车子你很有可能今天接一个电话 你会就去哪里 对不对 你有可能上午在那个宝山区 下午就跑到金山区去了 但是MPV的话它使用场景 我觉得即使是自己在家用的话 你载着很多人 那那个时候你的出行的话一定是有规划的 就是你一定知道你会去哪里 几点的时候你会到哪里 所以它我觉得里程焦率在MPV上面 反而是应该没有SUV和轿车这么强 那再回答那个 我插个嘴 因为这个里程焦率呢 就我们本身对营销比较了解的 就知道 营销里程焦率分了两种 一种是实际上的里程焦率 然后另外一种是心理上的里程焦率 对 MPV可能用起来真的遇到续航不够的情况 是真的更少 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它会更担心 因为车子上还有其他人对吧 对 这个是一个心理层面的 就像买电车之前 大家都说我想要一个很长续航的电车 你这个有没有600有没有700 然后当车厂推出了600700以后 它就一看500那个比较便宜 我就买500那个 对确实是这样 其实我 因为当年我跟文汉都在蔚来工作过 那时候蔚来ES8 早期上市的时候 被公众诟病的很大的一点就是 你是个很大的7座SUV纯电的 然后你续航才355的NEDC 你够吗 但其实真的买了这个车的人都说够 没问题的 用起来OK 但是你没买的人 因为会觉得你这么大的SUV 你就是带着一家人去浪迹天涯的 去长出自驾游的 你不够 你买这个车就是交职商税 就这里面有非常大的这种现实和舆论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在MPV上也会出现类似的 对 好像我三里是买短续航版的会飘火版 占90% 对 就嘴上说得一塌 但是到套钱的时候就是短续航真相便宜 划算 然后再回到方圆前面的问题 就是关于MPV的重量 其实MPV的重量 对于电动车来说 反而没有像汽油车这么明显 因为汽油车的重量的话 对于你车内整体的轴距 你的座椅数量 它会非常的敏感 但是对于电动车 其实反而没有那么敏感 那是为什么呢 虽然你也做了两张座椅 虽然你的白车身也会更加重 这为什么 因为电池太重 所以你去看它多出来的轴距 多出来的车长 多出来的白车身的重量 多出来的座椅的重量 和电池的重量 它的百分比 和它在汽油车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你就比如说现在一台电动的MPV大概2.5吨 但是电动的SUV是2.3吨 对吧 你的Postarture是多少重 2吨出头 2.1吨差不多 Postarture 对 但你想一台领克零03 跟你同平台的才多少重 1.7吨 对吧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你MPV里面 由于 电动MPV 由于它这块电池的原因 所以它的重量 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的 一台MPV 电动MPV 只比一台电动的那个SUV 重10% 就差次不明显 对 是的 那是不是MPV 它在电池布局上面 会更自由多一点 会 MPV在电池布局上面 会更有自由多一些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轴距长的话 你会对你的那个电池布局 会更有利 还有一点就是MPV的话 它可以牺牲你的那个车辆的性能 就是在你的牺牲车辆性能以后呢 就是因为你不用去追求很快的加速 不用去追求你的刹车性能 不用去追求你入彎的这种稳定性 在MPV上面你可以做的稍微弱一点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轮胎做的比较窄 我们去看其实很多MPV它的轮胎都很窄 那轮胎窄的话 它就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轮胎的相应的内衬它也窄 对不对 所以你的那个尤其是你前排和后排 轻辆到你车辆你的空间就会变小 那这个是对于人能够感受到的 对于底盘的话它也是的 它能够在那个我们 就是在我们车辆里有我们叫做外向的空间 就是横向的这个空间它会比较省 那你就能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布置你的电池 无论是横向还是中向 所以你说的这一点解释了 为什么过去7座的MPV 就是比7座的SUV空间实际上要好 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晚点也聊一聊 对 我觉得就电的MPV解决了油的MPV一个痛点 就是超空差 中心高 因为你现在电池都在底部了 然后这个中心往下移了 然后理论上来说电的MPV 应该是比油的MPV要好开很多的 对吧 我现在唯一开过的电动MPV 就是我去年年底在武汉 开了蓝图的那个梦想家 当时还是工程车 我大概就开了大概5分钟 但是短短的5分钟 我觉得那车确实挺好开的 可能比我开过的所有的MPV都好开 我之前开过的最好开的大MPV 应该是最新一代的Gio吧 就是用了2.0T和多连感目前的这一代 对陆尊这一代 这一代真的比上一代胖头鱼那代要好开明显 不准好开 对但是过去的胖头鱼和再往前的老Gio吧 我们知道都驾驶体验是挺差的 胖头鱼就开船了 对但是就不影响对吧 也不影响它畅销 但总体来讲 虽然MPV可能驾驶性能不是那么重要 但如果能更好 为什么不要呢 对 但这里面我想快速的问一个问题 来收尾我们的第一段讨论啊 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转电动还比较合理 那如果转电动的话 纯电和另一种我们称之为可插电的这种 这种增程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大家会觉得哪一种会短期内更加是市场的主流 强哥作为MPV的资深用户 你来说一下 对如果强哥你买你买点 我说贵文版点 我敢说市场主流啊 就我的班长一般是这样的 同样一款车如果他有纯电有增程的两个班 一般是纯电的要贵对吧 对 那同样就对于我来说 增程版它使用起来更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纯电续航位够用 然后价格还更便宜 那我干嘛不买成什么 对不对 我把纯电干嘛 我投那么大的电视 但是对我来讲 我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其实一定会买纯电 因为我可能就更希望买一个 可能更代表这个以后长远技术路线的这种产品 但这是我完全个人爱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家里三台电动车都是纯电的 我其实不太会考虑插凤和增程 虽然我得承认他们更实用 但我宁愿去外地出差或者是玩的时候要找找充电站 我都不要去买一个又有电的车 这是个人选择问题 我就是这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 对 那我看 我觉得方圆主要是因为它价格有两个停车位 然后它还有固定的充电桩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如果有固定充电桩那就买纯电 如果没有的话就买增程 正我是从产品经济角度去武装的这样子一判断 但我觉得这个很合理 对对 我觉得有这个因素就是 我觉得我内心的主观性会倾向于买纯电 但客观的来讲我第一台纯电是极星2 我刚把极星2拿回家的第一个月 我家里没有加充的 那个月在上海用车确实是有点不方便 如果让我专门为充电去一个地方 每个周花一个小时 我其实觉得不太能接受 所以对我来讲加充确实很重要 那对于我来说哪怕我是有加充 我也会倾向于买一个证程式 那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证程式它的充电续航有100公里 那基本上我日常代工是绝对不用的 那我的加充对于这100公里来说是好用的 反倒是如果我没有加充 但是我又笨着它是电池 我可能会买充电 因为如果我没有加充的话 我开一个证程式 就意味着我每两天就要得出去充电 这很烦 对吧我买一个充电 如果有个实际续航是500 那我可能一两周才出去充电一次 我的思路给你买过来 嗯 你这个思路平衡的要素跟我不一样 你还同时考虑了能源成本问题 那对 对就是你哪怕买了增程或者是插货 你其实希望你更多的出于沉淀里程 对对对那肯定了 那我干嘛 你要把电程了对不对 那我还不买个用程 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有点那个 比我原来的预计不一样的地方 我这个春节呢是开车去江西 以前我一直认为理想万的用户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老来充电吧 100公里充一次多麻烦啊 但是我在江西辅州市的这个 这个未来的这个直营的超风装 我去充我的Postar 2的时候 每次都能遇到那个理想万的人 就是理想万用户真的是很喜欢的 他在外地都去找那个 找这个电桩去充电的 这个确实是要审则的 他们充电是好比较麻烦 很有坏感的我跟你说 那他们不是在乎这个钱 而是说我充一回就省了个上百块 就心里面特别爽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就来聊下一个问题啊 这个有一种说法是 中国永远不会有很好的MPV市场 不管什么样的新车进来 这个市场的盘子就这么大 不会有什么大的增长了 因为七座的这种 我是说三排座的这种SUV 是更好的产品 它在中国能兼容MPV的需求 同时它长得又更像一个更威猛的 然后更有男性化色彩的 然后审美上更迎合大众审美的 这样一种产品 你看MPV就像司机 对我来说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整体来说我是赞同这个说法的 因为MPV在中国它进来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过程 首先是命名MPV 这个名字你就很难记 你知道吗 你说SUV到期 大家还不叫SUV 叫夜车 对叫夜车 这就很形象是吧 然后MPV 叫面包车 对就面包车 然后就很难受 就感觉特别低的 其实它的翻译 就是应该是多功能面包车 MPV是multipurpose vehicle 或者是multipurpose van 它就是二功能面包车 对你知道 是国人面包车问题 然后再到后来 就衍生了一个名字叫做商务车 然后就绑定了 有点像 就要把这种高端的商务车 当时 然后就是像那个东风风行 它那种就是 底面包车就高级一点点 那种前置放动机的那种商务车 然后后来就一直绑定这个形象 然后再到后来 奥德赛他们进来以后 大家才会有家庭 也可以买MPV 这么一个概念出现 其实这个概念是出现的特别晚的 那如果像台湾 他们那边就有台湾地区 就叫做家庭车修旅车 那这样停起来 你是不是感觉就容易接触多了 对啊 如果你说这个系统 全家人可以坐进去 我就叫家庭车 那是不是就感觉很爽 对 包括那个香港的Alpha 他们叫保姆车 这个感觉很好 你看你家都已经 不仅有保姆 还有保姆车了 你说你家这个条件有多高级 对一下就发高了 然后一个是形象问题 第二个是用途的问题 像在美国就 MPV交mini-Ram 对吧 然后在欧洲MPV和美国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说他除了拉营以外 他也会兼顾一定的装载的用途 就不一定是做生意 比如说你是 弄点像开发店的 你可以在里面拉点货 但国内这个是违法的 国内是禁止这个MPV去拉货的 客户两共是路证要罚领款的 依法就是一两万 就他实际上定义上面 就把他的多用途都录给封了 所以国内是这样吗 50这种车这么小的MPV允许你拉货 允许你做人 反而是跟大的MPV 只允许做人不让拉货 都一样了 所以在广州地区有时间 就拿巨要罚去拉货 因为路证一般不会查巨要罚 不会觉得巨要罚里面会拉货 对 国内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这台车子去上公告的时候 比如说是座椅 或者是7个座椅 你多一个座椅 跟少一个座椅 都算是违法 对 所以你要拉货的话 你一定会把你后排座椅都拆掉 你抓到就是违法 因为你这台车子 两座版本没有上过公告 后排座椅是直接给整个拈架来拆掉的 然后来到中国也可以拆 但是这种座椅在国内是违法的 万有的国内没有这种产品灵活性的这种设计 原来因为都从根子上就违法了 除非你要去上公告 但是你上公告的话就会很麻烦 你上公告就意味着 背后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实验都要去做 就会比较麻烦一些 相对折中的就是说那种 可以把整个座椅放倒 然后弄成全屏 那种就相对比较折中的办法 但是他弄成全屏的车火自己就在开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弄成全屏以后他下面是有缝隙的 你拉的东西必须是得很干净的东西 不能有碎屑的东西 否则掉到下面去 卫生会把你弄封 而且空间毕竟牺牲了 你折叠的座椅他也还是占了空间的 他没有把这个相视车的真正的价值 给充分发挥出来 说回这个MPV和SUV这个关系 现在这个风长其实不只是中国 像欧洲你看像标志的5008 他原来是个MPV了 然后现在5008变成SUV了 然后联络的XQ 他是所谓的MPV的发明者 那个时候我开过 对 那个也很好看 但你现在看他像个MPV 他就是个更像一个机构的旅行车 你会发现吗 对 我开的就是他跨界后设计的版本 更像一个SUV和MPV的混合体 对 然后像雪铁龙的毕竿火 然后之前是欧洲销量第二名就MPV 然后现在挺惨的 然后像大中的夏拉 然后福特的SMS 国内还生产过 然后现在也是卖的比较惨 就现在整个欧洲市场都是MPV也困的 不当然是中国 然后随着大家越来越有钱 其实很多人会更倾向于 选一个装展量比较类似 但是尺寸会更大 然后更贵的一个SUV 因为MPV其实很大一个优势 就是说同样价格 它可以提供更多的装展力 更多的用途 但如果你有了钱以后 你20万PV能做的事情 你30几万的SUV也能做 那这里边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 强哥说了一些台湾地区市场和欧洲市场 但是我觉得大陆地区的市场 其实在MPV上 就从来没有跟全球的任何个地方一样过 我们一直是在全球来看一个非常独特的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通用 它在美国MPV对吧 不做了 但在国内它的G18一直延续下去 而且量非常大 你包括像欧洲厂牌的那些MPV 无论是大中还是福特 在中国最后都没有拿到份额 份额都非常的凄惨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市场跟海外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完全相同 我来说一下我自己的观察 就是在欧洲美国 包括在日本商务接待都是用行政级教育 但是在中国喜欢用MPV 所以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需求的差异 像在美国和日本MPV 可能更多是往下停车里面去走 像美国就说我生四五个孩子 然后我一个MPV就可以拉一个篮球队 全家人去打球 这是这种概念 而且他们像美国的MPV的广告 都是针对旅行去做的 因为妈妈开了 是的 然后像日本呢 你像奥特赛和 你看到这个设定 奥特赛 我们目前国内外是日本奥特赛 然后你看它里面就是比较加飓风的 比较温馨的 对 这点我绝对同意 因为我在加州待过短暂的一阵子 然后当时我早上送孩子去那个读当地的幼儿园 然后我在幼儿园 就会发现美国当地的一些妈妈 她们就喜欢开这个日产的Quest 柜市 或者说是这个本田奥特赛 在那边MPV是有非常浓厚的照顾一家人的这种形象 我其实去看过全球的主流MPV的这种观望 你会发现所有的产品网页 如果是欧洲的或者是美国的 包括日本的 它的MPV永远跟一个family的场景在一起 跟家庭在一起 跟草地在一起 它都是因为有的MPV 你可以一家人去沙滩旁边踢沙滩足球 还可以带一堆装备 对 然后在中国的MPV所有的广告画面都是高大上 穿着西服的人 尊贵的客人 然后有一个MPV 旁边背后不是这种类似于人民大会堂这种庄严的建筑 就是一个博鳌养充论论坛的这种豪华酒店CBD 对吧 然后永远都感觉你做进MPV 你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成功人士 然后你看别人 你的老外客户立的底下 一上到这个MPV里面 就立马把几千万的客户给签了 对 然后这些产品每次做广告营销 都是赞助博鳌养充论坛 赞助这种什么金砖峰会 永远跟这种非常商务非常高端的这种场景在一起 所以其实这也反映出海内外的市场在这方面是超级不一样的 然后又因为我觉得中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种发展中国家 然后我们其实有超级多的中小企业 我们的经济活动 其实要比欧洲和美国和日本要蓬勃很多 我们的人口密度也很大 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和难以计数的这种商务活动 所以才在中国孕育了这么大的商务MPV的这种市场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多 而且我们的领导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 也不讲就一个人走 经常是一个人之外 还得有秘书啊随从啊 对吧助理啊同事啊 所以你要一次接很多人 你拿一个奔驰来自宝马七星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关于商务MPV这个我擦了嘴 就我所在的地区就是广工家门 就是珠山脚的老区域 就不像火山啊 通常那样很多外来用口 我们这边就消费就跟可能跟中国其他的地方有点不一样 就有很强烈的这个私人的高端MPV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边整个消费器官可能跟广 赶澳里面会比较接近 我身边的朋友有买奥特赛的 然后网上有买进口的风险的国有约亚 就大概是五六十万 六十万里面 对然后再往上买阿尔法的也有 但他们没有买就要把私用了 那可能他们公司会买一个就要把来公用 但自己是不会买的 那其实像其他的地区你会发现 哪怕是个人用户家庭用户 他们对于高端MPV是有需求的 你看奥特赛和阿尼神其实卖的不错 它不可能全都是网络买的 对吧 然后网上再高一点 像现在塞纳不是出来了 然后它也是一个没那么商务贩的 相对家庭的一个车 也卖的很好 那再往上呢 比如说四十万五十万 会不会有家庭的需求呢 我觉得是有的 只是说之前没有合适的产品进来 这一块没有被打开 那你怎么看SUV和MPV的这种交叉 和他们以后的市场表现 就是MPV到底这个市场有多大 还有多大的潜力可以挖在中国 就是我仅说SUV和MPV的感觉 就是我只是从我自己的想法去想 就是我觉得我很难去接受一台MPV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买了一台MPV之后 就意味着你对你的下半身妥协了 就意味着你再也不会有外遇了 然后就意味着你再也不会去酒吧了 然后你再也不会泡妞了 对吧 有很安全的男人 对安全的男人 我说下半身既是前避音的声 又是后避音的声 又是后避音的声 就是妥协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五到十年以后 我的状态会是怎么样 但是有可能因为人都是会变的 但此时此刻我还是不想对我的下半身妥协的 我看你要尊重我们的那一个嘉宾 尊重他强哥 还好 我跟你说 你以后你要叫狐龙壮的 你知道吗 MV就是一个很好的投影状 是 我觉得MV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降严法 知道吗 你真的下半身 用什么想法的时候 开开MV这个降严法太好了 我哪觉得有人在说我 但就是在说MV就是 我为什么说五到十年后 比如说我结婚了 我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 我会去考虑MV 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即使是六座和七座的 就是没有一台可以坐得像MV这么舒服 那我觉得我不会自私到说 我一定要我自己也是开这台车的时候 很有感觉 我会去牺牲我孩子和我自己的体验 那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公平 所以如果真的我的家庭结构变化了 我觉得在一些特殊场合 我是会为了愿意他们去牺牲去买台MV的 但是如果SUV真的能做到像MV一样的大空间 那我觉得我还是会去买一台SUV 是吧就是如果他帅的话 他一定是牺牲了头部空间 对 还有那个就是沉降性 如果帅的话 基本上沉降性和头部空间这两个性能都得牺牲 甚至还有行李箱空间你也得牺牲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买MV一个很异弊的点 我之前没跟别人分享过 就我其实还蛮喜欢开车的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重新最差的MV 然后原因是我 因为现在限速度很厉害了 然后你开一个轿车开一个SUV 所以一般来说你二三十万能 你机能也不会说很差 然后你在路上开的就很累很想很困很大磕碎 然后你开一个MV 就会感觉还有一点挑战性 他也不是说难开 就是说他会测情更明显 然后机械买的更早一些 就你开起来就感觉有点意思 扎克伯格就是因为跟你的想法差不多 所以他买了台飞度 也是用来挑战人生的 还有李斌和马斯克同事 把房子卖了都租房住 也差不多是类似的道理 保持一点饥饿感 更加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 这样可以做出适合他们的产品 那我说说我的看法 就其实SUV和MPV的话 我觉得还是 我其实最开始的那个看法 我是觉得SUV是可以覆盖MPV的 但是我越多接触MPV 我越觉得其实还是有差异性 我可能倾向于SUV就是主流 它是大份额的 MPV有它自己的份额 因为MPV毕竟在空间体验上是无与伦比的 SUV你只要做成一个好的SUV 你基本上你的成交性就会牺牲 然后你的空间就不可能那么那么好 你看现在我们去看 无论是ES8还是理想万还是汉兰达 其实它的尤其是第三排真的没有那么理想 但现在你去看那种三排做的MPV 它其实优势就是 它真的可以把三排的空间都做到好 我觉得这个还是SUV始终上 在功能上无法追赶的 所以我倾向于这里有市场 只是这个市场永远不会是大市场 因为过去呢 玩家太少了 中有几个厂商认真做过MPV 对吧 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做 进来以后肯定会把蛋糕做大 但是你说有很多车都能够月销量 五千八千 我觉得不现实 它不会卖那么好 但这个总量会增加 我尤其认为家用MPV的市场在中国 绝对被低估了 因为全球都验证了 这个地方是有市场的 但在中国这个地方一直没什么市场 一直都是纯商的 其实是有的 但是一个好的家用MPV的市场 没有被产品供给激活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有个感觉 你现在去看市场所有的MPV 你看上去都像是30岁40岁50岁的车 就没有一个长得像是25岁28岁的车 都太有一个端着了 IDBUS IDBUS 这就是我比较喜欢的MPV的风格 我觉得它很适合家用 但这个车你看只在海外发布了 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的亮相 也不知道会不会引进中国 就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把风格做的更加的 符合中国的中产家庭的这种审美 然后在性能上又利用一些新的技术 给它更好的这种综合的这种体验 我觉得这里完全有机会 就跑出一个比较明星的产品 终于 那我们来那个聊一下这个另一个话题吧 就是MPV 因为今天我们就专门聊这种大一点MPV 像武林这种 或者是强哥开的图安这种紧凑极业的 全家们我们就不聊了 我们就聊可能三四十万 然后尺寸大概在五米左右的这种大一点的MPV 这个市场的话 其实过去几年我们都知道 过去十年的江湖都很稳定的 就是永远是G18是比较统治的地位 在中流砥柱 然后往下一点的话 有本田的MPV 像奥德赛下艾利森 它比较小 它有点差异化 然后它销量要差距蛮大的 然后再往上更高端的就是像奔驰的V-Class 或者是Alpha这种江湖流传的这种神车 一直常年加价非常贵 这个市场过去几年一直是这个格局 但今年看上去会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今年一个是油车这边有赛纳这样的产品 另外一个电车这边有蓝图的梦想家 很快还会有腾式的D9 极客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的第二个车会是一个纯电MPV 虽然现在还没有很公开的信息 大家是否会觉得今年的这个市场会有重大的变化 我觉得今年的会有变化 但是谈不上重大 就是因为现在G18在MPV里面占的销量的占比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它的主要的销量应该是去到B端的 所以B端的话他们买车会有个惯性 就是它有可能它不会去在意你真的你一台新车出现了 然后这台车子用户体验怎么好 他们B端买车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会保持一个惯性 那我觉得今年的MPV已经 就是从现在我们推出的那一台车子来看 就比如说蓝图的梦想家 以及或者即将要出来的极客灵运2 而且据我所知 其实现在很多一些新势力都要想要去推出MPV 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已经是有新兴之火 可以燎原的这样子势头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看到了 其实现在C端对于MPV的需求是越来越大 C端的销量越来越大以后 它会不会慢慢的经过两三年影响整体的MPV的格局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G28这些吃老本事的太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新的 就是底盘代号458的G28 产品力到底怎么样 但就目前258和358来看 我觉得吃老本事太多年了 而且我这边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买MPV的 没有买G28的 买的都是本田奥德赛 就是买日系的会比较多 基本上都是奥德赛 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奥德赛和G28 我就感觉有一个 给我感觉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就是我这边先不说 他们坐起来到底是哪台车子更熟 因为我的屁股比较目固 我是坐不出来特别舒服的 这种感觉的 我自己开的车子是死硬死硬的 给我一个最大感觉的不一样 就是奥德赛我进车的时候 几乎不用抬脚 但是G28我进车的时候 其实我感觉地板高度 它就有一点高 我就感觉有可能 美国人在这方面做产品 不如日本人那么极致 所以我后来我还可以去查理一下 奥德赛的地板高度是300毫米 然后G28的地板高度是385毫米 其实高度是蛮多的 奥德赛如果这种订车的感觉 真的就是特别棒 我就感觉我是走到这台车子里面去 说明美国人身高高腿长 对 对对对对对 毕竟另一个是日本车 对吧 开个玩笑 强哥你怎么看 如果说单纯公共车市场来说 G28还是会是一个主力来 但是有一点必须得关注的 其实就是今年整个经济情况是 比较难搞 然后很多企业也比较难熬 然后他们商务买新车的需求实际上是下降的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齿条比涨的关系 可能家用NPP占的比例会膨胀比较厉害 比如说现在赛纳也来了对吧 赛纳很明显 我们赛纳的人可能是家用的占领 也会比较大 但是你说G28在沟沟车上面 他的权威性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像我很多年前接触别克的时候 影响很深刻 就是他们G28有一个专门的市场的推广经理 是走托弊过呢 就他不在展厅里面跟大家介绍的 专门是走正习的 那像他是把这个细分到这么细 然后这么去深蹬 而且是十几年前也会经常这么做 但是如果说放大到整个中高高的NPP市场来说 我觉得G28也不是那么强 其实他也不是一直没有退所 像奥特赛跟艾利森 只要要注意 G28现在实际在卖的是两款车 一个是路纯 一个是路纯 然后他们两款车 对艾利森加奥特赛 其实销量并没有多出很多 但是G28真厉害的是他意见 他可以卖到三十几万四十万 他的路纯价比较高 也卖得不错 这也是比奥特赛和艾利森厉害的 但如果说单纯比销量来说 我并不觉得说 G28就是一季决成不存在 其实奥特赛跟艾利森也是很强烈的对手 只是说大家做的方向不一样 就是家用的 加奥特赛跟艾利森 他们都是日版的设定 他们货币项目标准 比如说你买载7人的时候 你后面很难去放7个人的清香 但是G28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 在市场上一直的发售点 所以你看现在美版的 丰田的美版的赛拿一版过来 立刻就销量上去了 那如果本田也把美版的奥特赛拿过来 对不对 那格局就不好说了 只是说对手没有出牌 而不是说就要把真正弄强 对我觉得这里边 我自己觉得今年的市场 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新能源类的产品进来了 其实我们过去几年 第一已经看到了 新能源的渗透率在迅速的 从3%5%8%10%20%多在暴增 所以这边的市场在大幅增长 然后油车的市场每年萎缩10% 这是第一个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 其实影响到所有人的心智的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企业的老板 你负责采购 你明知道油车会慢慢下去 然后电车是大势所趋 而且可能电车在牌照上 尤其是对于公用市场 它是很在意总成本的 对吧 毕竟如果你的单位 能解决充电的问题 那么你的能源成本 可能会比用油可能会低很多 然后保养成本可能也低很多 在上面去算账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采购者 你从真正理性的角度 你会不会因为 这个从燃油到新能源 而更多的在决策端 就直接把目光描 像能提供新能源供应的 这样的产品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 其实今年无论是 像蓝兔的梦想家 还是比亚迪的城市 还是极客的那个第二个车 那个MPV 我觉得他们就会是 这个大路径下的这种受益者 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这种看法 然后我觉得其实它有个看法 就是说 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很明显 国人对整个的这个品牌 开始从非常导向外资品牌 变成了 有一部分人支持外资品牌 但有一部分人非常支持 这个本土品牌 然后对本土品牌的这种 技术和品牌的信心 也是与日俱增 过去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看到 有本土品牌的均价 能超越15万20万 过去其实非常非常难的 但现在已经有 像蔚兰 像高科 像蓝兔 像极客这些品牌 通通都超过了30多万40多万 包括理想 这个现象其实是最近两三年 非常激进的社会变化 然后我觉得这个变化 其实也会影响到现在 大家的这个 这个后面的这个市场选择 所以你们 你们三位有关注 今年的三个这个新能源的新面孔吗 可能是有 有看过那么一下子 但是参数不大了解 然后极客那个期待指示很高 但具体是 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然后可能拿过那个梦想机 是看过图片 看过发布会 然后指标也了解 但是一直没找到摄像车 就是从硬指标来说 我觉得跟油车比他就完全是完胜了 而且之前像蓝图那个V 我开过 就机械数字来说做的特别好 只是说内部的一些 内式的调调可能可以再入货 但是整个车硬实力来说是很强的 只是说蓝图想怎么去卖 他这个车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出现 现在还不是说特别强烈 没有给消费的一个很强的 我买这个车就代表很运动 不管说很伤 不管说什么样子 现在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产品力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强的 我因为不是NPV的使用用户 所以我对NPV的关注度并高 但是我知道蓝图梦想家 因为大家讨论的比较多 像极客002的话 也就是一些行业的朋友 互相交流过一些 除了汽车人之外 你市场上也有谁去知道他们这台车 然后腾市这台车子 我这边得自我检讨一下 我即使作为汽车人 我都不知道有这台车子 所以再回到方圆前面问我 如果这个时候我家里人问我 突然就问我说 有没有电动NPV 我有可能现在说得出来这台车 就是梦想家 所以梦想家现在的一个 它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是电动NPV的一个抢先者 这是它的一个品类优势 对吧 有点像当年那个哈佛 在SUV上好像就有一个本土SUV的抢先者的 这样一个形象牛市 但是后面还是要看这个 具体的体验了 我这里面其实最好奇的体验点就是说 我就觉得智能跟NPV的结合 这个有可能是 还有想象力的空间 你们觉得在智能上 它会给NPV的属性带来重大的这种加持吗 包括你 你记得文汉我们有次讨论过 Airfa那个车 Airfa它有个特别的定制版 全球是限量的 我还做过一次 就是它那个有第一排 然后第二排两个座椅特别的豪华 没有第三排了 然后第二排往前看 在第一排的靠背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电视 但是它的代价就是第一排的那个座椅 就没有办法前后调节了 那个司机开车的背部是不舒服的 对吧 像这样的功能在当年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但是在今天如果这个大屏幕 结合现在的互联网的内容 结合zoom或者是飞书会议这样的功能 那我觉得其实它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来 我先来说 其实现在电池上面所有智能的功能 放到NPV上面 效果都会放大 因为NPV就决定了你在时尚的时间更长 比如说你有一个大屏 你在一个架车上面 你可能坐的并不是说特别舒服 对吧 然后你在NPV上面 就大家可以坐的很舒服 然后大家可以看 看电影啊 或者说看一些视频 其实是更爽一些的 比如说 欣赏音乐 或者像你所说的 在车上面开会 就无论是想弄哪一个智能功能 特别是从乘客的这个角度来说 在NPV上面智能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虽然说它们没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变 但是它有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有更多的储蓄设施 比如说想弓板 这些东西 都是决定在NPV上面去用这些工作 好呀 强哥 我是完全支持强哥的 就是我最后再说一下 就是我这一点 我是完全支持强哥的 就是国内的新势力 是如何靠智能化去吊打传统OEM的 这样的事情同样也会发生在NPV上面 好的强哥我看 时间运营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我们回头再见 好 OK 拜拜